這個犯罪集團其實是有明確的分工的 在騙局開始的時候 騙徒會在網上登一些招聘美容師 或者美容顧問的一些廣告 而這些招聘廣告的內容 一般都是一些簡單的工作碼籌 或者是一些入職要求 但身高和福利方面 都比同類人的招聘來得優厚 容易就是吸引一些受害人上檔 當有受害人應徵這些工作的時候 騙徒就會要求受害人 傳送他們的地理表和個人資料 並且相約受害人去到他們的犯罪集團 所遭用的一些利用卵 和一些臨時辦公室裡面進行面試 在過程裏面騙徒會見面的藉口 例如接近進行考試 或者說會有培訓 為理由要求受害人 將他們的個人財物 包括電話和籃包 傳放在上次的儲物櫃裡面 之後受害人就會被帶到另一間房間裡面 進行一個長時間的一些面試或口試 在這段期間 騙徒就會利用一些後備的鎖匙 例如打開儲物櫃 在儲物櫃裡面拿出了受害人的信用卡和他們手提電話 然後再將這些信用卡的資料 傳送到給他們在外面的同黨 而他們同黨收到這些資料之後 就會將受害人的信用卡綁定到他們電話裡面的流動支付銀牌裡面 再利用這些電子支付的方法去到不同地區的商店 購買一些電子產品之後再轉售 在過程裡面其實銀行會傳送一些一次性密碼 去到受害人的手提電話裡面去驗證他的身份 但由於騙徒一直都掌握受受害人的手提電話 或者他們的SIM卡 所以他們都是能夠通過這個驗證 利用受害人的信用卡進行交易 最後騙徒就會將受害人的物品放回原位裡 放回到儲物櫃裡面 當受害人在儲物櫃裡拿回自己的財物 他們通常都發覺不到有違約 直到銀行給他們的月結單收到的時候 發覺裡面有一些銀行的交易 他們才發覺騙騙 而報警投助